最近東南亞國家 有很多超前部署 非常的驚人 可是也看得出來 其實東南亞國家現在人心惶惶 那麼最極端的應該就是 菲律賓總統杜特蒂直接說 如果你這樣子趴趴走的話 我告訴你就直接槍斃 杜特蒂過去是曾經在街上 直接槍斃毒販的 所以他這個應該不是 只是恐嚇而已 會不會真的做 的確 他是一個言出必行的人 你可以看到現在菲律賓 跟新加坡 馬來西亞 在新冠肺炎的確診病例 都有死亡的這個案例 所以也讓這些東南亞的國家 全面戒備起來 尤其你可以看到 杜特蒂為什麼會這樣講 就是因為大馬尼拉 這兩天發生了 有150個要被救濟的弱勢族群 他們就走上街頭去抗議說 政府沒有把救濟物資發給他們 結果有21個人被捕 後來杜特蒂就在馬拉卡南郭 也就是菲律賓總統府 召開了記者會談這個事情 但是對這21個人被捕的事 他不會去談 他只有說 他已經對軍警開始下命令了 如果有遇到任何人 違反規定不聽勸告的話 他說我認為那些巴朗蓋 巴朗蓋就是我們台灣的 什麼里什麼村的 這個小行政區域 他說在那些地方 軍方就直接反擊 怎麼反擊 射殺 他就說對那些民眾射殺 甚至直接就槍斃了 所以你看到 當杜特蒂講出這些話的時候 當然人權組織也開始去抨擊他 可是要聽聽 杜特蒂他可能不是開玩笑的 因為他的一個愛將 也就是菲律賓的內政部部長 愛德華多 他是負責菲律賓的邊境管制 包括要入境 包括要居家檢疫隔離的 都是在他管控之下 這些措施 他經過行政命令發布 結果沒有想到愛德華多 自己被宣佈已經確診 新冠肺炎了 他也要被隔離 所以而且他是無症狀確診 所以杜特蒂可能要跟他開國 多少次會不曉得 萬一杜特蒂也被他連累到怎麼辦 所以當杜特蒂下這個命令 就有人知道那個背景就是代表 馬尼拉的疫情 可能有點 雖然可能不見得失控 但是有點緊張起來了 而且再看看馬尼拉其他措施 這就是菲律賓 杜特蒂總統的鐵腕手段 有一萬七千多人 違反隔離命令被捕了之後 其中在他們一個行政區 在馬尼拉的北郊 有五個青年 因為違反的宣禁命令 他們現在已經發布了宣禁令 結果他們又對這個遠景大呼小叫 馬上你看到被關狗籠 關一個晚上 在那邊看你們能不能冷靜下來 然後作為一個懲罰 但是也有其他的違反規定 宣禁命令的人 他們怎麼辦 被警察罰在那邊坐在太陽底下 坐一整天被太陽曝曬 是不知道說為什麼是不是這樣 有助於用指揮線去消毒 消他們身上的毒嗎 不曉得他們怎麼會想出 這麼瞎的方式來懲罰他 但是再怎麼樣 都不如我要講的 馬來西亞也有點誇張 因為馬來西亞呢 他們現在頒出了一個行政命令 規定所有的馬來西亞國民 你們要上菜市場購物 上超市去買東西 一律由一家之主去 所以一家只能派一個人 那一個人一定要是一家之主 就是老公一定要去 他們是說沒有說明到底是誰 只是這個一家之主 很多老公為了要出門 就說我是一家之主 所以他要出門 所以大家就看得到說 他們開始拿著這個清單去看 然後這個在那邊看看清單 然後有人太太說 我只要去20分鐘 他就可以買到了 可是我老公去要一個半小時天 然後還在那邊迷路 分不清楚韭菜跟蔥是怎麼分的 當然更瞎的是很好笑 他們這個馬來西亞的婦女局 就好像有點像婦女部的部門 建議女孩子 女生 如果你嫁了 就在家裡面要化妝 然後而且要裝 Doraemon的聲調去撒嬌 Doraemon怎麼講 例如大翔 你如果結人家什麼東西都想要 那就是你的壞習慣 但是哪一個女生會像我一樣 這樣子學Doraemon在家裡面 跟老公這樣講話 你學我們台灣人講話 台灣女性講話都很溫柔 為什麼要學Doraemon 我就直接百思不得其解 不過他們婦女局 因為這件事情被爭議太大了 所以已經是撤掉三文了 可是會想出這一招 也實在很怪 但是你看看新加坡 他就蠻嚴格的 新加坡是一板一眼的 他們的法律治國是很嚴格 所以你看到他們在餐廳 他會在座位上面畫一個叉 你就不能做 你做了可能就要被罰了 而且有在排隊搭電梯 都有畫出具體的這個分隔線 新加坡政府甚至花了月薪 新台幣大概五萬三千塊 新加坡幣是兩千三百塊左右 請了大量的所謂的大使 上街去查核 查核什麼 就是去抓這些違規的人 如果你被抓到最高 可以罰多少 罰新台幣二十一萬元 到二十一萬二兩千三百元左右 然後而且你要關半年 所以新加坡用他的嚴刑峻法 來告訴他們的國民 配合政府一起防疫 不過今天最新消息 新加坡其實已經嚴格規定 所有的娛樂場所停止營業 大部分的工作場合其實都關了 然後學校也已經停車了 其實新加坡你看到 它其實1049人確診 其實人數並不算特別的多 可是新加坡認為現在 全世界疫情這麼嚴重 新加坡逃不掉 所以他們要超前部署 可是全世界最超前部署的 就是以色列 以色列在3月12號的時候 就第一個鎖國 要求全世界的人都不准來以色列 可是為什麼現在以色列 防疫居然還有破口 應該這樣講 全世界真的沒有像以色列這麼快 可是以色列對外言 對內卻沒有那麼嚴格 我們先講他71歲的衛生部長 也就是領導防疫的這一個部長 他得了新冠病毒 然後導致連MOSAD 就是以色列的情報局 跟他的總理納台雅 全部都要居家隔離 所以到了現在 第一個 以色列才開始呼籲 大家在公共場所要開始戴口罩 看吧 台灣早要跟你講 你不信 好 但還沒完 所以以色列又是那一個 就是你以為你只要封鎖了 然後內部就沒事 然後完全不曉得 內部其實可能會有 無症狀感染者的問題 對 所以在中東地區 其實幾個特別的宗教國家 傳染都很嚴重 那像之前我們討論到的伊朗 那為什麼 因為這個以色列本身 他每一次都要討論到 一個很特別的原子教派 就是叫哈雷迪 哈雷迪是相信最原初的信仰 也就是他認為我所有的信仰者 不應該入室 不要參加任何的政府活動 甚至不要參與什麼納稅 當兵 我通通都不要 所以極少數的案例是 他們是不參與以色列的兵役服務的 因為他們覺得第一個 這個要為國家殺人 不可能做不到 第二個男女一起服役 糟糕 不能接受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哈雷迪等於是一個 跟以色列其他國家 其他的部分有點隔離的 強烈宗教信仰 你看他們的外表很容易判斷 第一個這個兩鬢的鬢角 這個頭髮不修 鬍子不修 要戴帽子 有的時候是黑的帽子 有的時候是小圓形的 那個猶太教的帽子 那他們遵守的是最原始的律法 所以一天三次群聚要來朝拜 那要來做禮拜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你說他們都不會戴口罩 所以是不是群聚的可能性很高 而且政府下令他也不聽 哈雷迪教派最近已經變成 以色列的很重要的一個 防疫破口是 第一個 它的人口 其實在以色列建國的時候 沒有很多人 那1%左右 現在因為他們鼓勵多生多養 所以已經到10% 1%的人 而且更重要 因為他跟整個社會隔離 你想想看他主張 就裡面的所有信仰者 是從頭到尾都要研究經典 而不能去工作賺錢 所以很多打零工的 收入不高的 那他們把自己整個 關在一個封閉的領域 所以這幾天一直有問題 就是不是說以色列 還有希望大家盡量少出門 沒有 他們還在慶祝育月節 所以他們還在慶祝 而且因為這適設宗教信仰 所以以色列的警察 也沒有真的驅散他們 就在旁邊袖手旁觀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知道當地媒體已經講了 我今天如果測哈雷迪教派的人 測10個中10個 10個幾乎都被感染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們內部也產生分裂了 就是說我今天以色列 有超過五成以上的加護病房 被哈雷迪教派所佔領 就是都因為他們 因為確診率太高了 確診率高 而且又重症 最後進加護病房之後 那其他人進不去 所以以色列現在的狀況就是 警察到底要認真做 還是想說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那對以色列來講 難怪他封得住外面 封不住裡面 本身就產生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你看這一次的病毒 發現了每一個國家社會裡頭 他都各有他的原因 可能會防不住 這邊就請教一下曹老師 因為猶太人 其實在歐洲歷史上面 非常的知名 那麼一度曾經因為 他們勤洗手反而惹了殺機 或者是說他們因為太成功了 以至於遭遇到了反猶太的勢力 對 一個民族變成是全民公敵 而且被罵是文化的垃圾 是一個瘟疫 我想這只有猶太人 就像鳳鑫講的 我覺得那其實是當年歐洲人 實在對他們太壞了 對 甚至於在14世紀 黑死病爆發的時候 就像鳳鑫剛剛講 因為猶太人很乾淨 所以他們被認為說 你們可以躲過黑死病的災難 那八成是你們在背後搞鬼 對 那時候猶太人 就因此而被仇恨 其實我覺得那也是一個 一個錯誤的認知 對 是把他們抹黑了 那麼我們不可否認 猶太人他們是自視甚高 而且非常的團結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例子 比如說在一個大的俄國 第二時代 猶太人在俄國 他人口很少 只有5% 可是在1917年 俄國爆發革命的時候 他們竟然在革命黨之中 看到有50%的猶太人 他們發動了革命 改朝換代 所以他們團結力量大 真的就是這句話 那麼猶太人散佈在歐洲各國 他們自視甚高 他們要求我們居住的國家 在我們的護照上 要加上標註 我們是猶太人 就是J這個字 所以他們不太願意 同化到當地 他們有特殊的信仰 有特殊的宗教的方式 比如說男嬰出生就有割禮 他們的生活習慣 在飲食上有特別的要求 比如說他們需要 不吃血的東西 他們的肉類跟奶類不能一塊烹煮 那麼他們吃這些肉類的動物 是經過比較人道方式的宰殺 也就是說猶太人 他跟一般人是不太能夠同化的 沒有所謂的族群融合 飲食的規矩好多 飲食規矩 還有他們的宗教信仰 還有他們自視甚高 當然最關鍵來了 他們非常有錢 非常會經商 我們看到在這個德國 一次大戰戰敗以後 德國整個的經濟是崩潰的 比如說我舉一個數字好了 在1923年 德國因為國內整個的經濟崩盤 所以後來德國的威馬政府 要老百姓把你的舊錢 拿到銀行去兌換新錢 保證讓大家數錢數到 手抽金 怎麼兌換呢 一塊新錢等於一兆的舊錢 這樣子的數錢方式 一定會數到手抽金 那麼從這樣的通貨膨脹 我們就知道 德國整個的經濟是崩盤的 但是猶太人經營各行各業 他們仍舊過著優渥的生活 並沒有伸出援手 所以據說希特勒有一次 到了維也納 他感覺他到了中東一樣 因此為什麼猶太人 會被稱為猶太瘟疫 希特勒其實對付他們 就是要沒收他們的錢財 最後才能夠發動大戰 並且建設德國 所以那個時候既有種族歧視 然後其實也有一些貧富差距 方面的一些仇富的一個心態在 不過我們這邊請教一下詹老師 有幾個在我們四周 我們特別關心的 當然包括了中國大陸 包括了美國 包括了日本 韓國 誰能夠最快 在4月份就穩住疫情 其實我也不太知道 全球都在玩撲克牌 我們就借撲克牌 來占卜試看看 我們第一張是美國 第二張是中國大陸 第三張是日本 第四是韓國 來測一下國立4月份 他們的疫情急凶禍服好不好 第一張給美國好不好 第一張美國 OK 我們第二張就是抽給中國大陸 好嗎 大陸 OK 這會不會更嚴重 第三個就是我們說日本 我都沒有作弊的 直接抽好不好 日本 OK 再過來就是我們說的韓國好不好 韓國 好 來 真的都是黑的 老師你那個牌給大家檢查一下 沒有紅的嗎 都這樣子看一下 整副牌好不好 抽出來就是黑的 好不好 OK 怎麼解讀 很簡單 那代表我們4月份這個疫情 還是沒辦法壓下來 沒辦法壓下來 好不好 還不樂觀 整個來看的話 美國它本身是黑桃石 目前它是狀況最差的 那麼我認為到了4月份的時候 就是因為開高走低 這個概念是對的 也就是說它已經最壞 可能就再惡化了 最壞就是現在了 4月份有可能比現在稍微的 沒有那麼壞 那本身來說 中國大陸遇到這個 我們所說的黑桃的A A代表權力 代表壓力 代表自我的約束 它必須要靠這個力量 才能夠遏制這個東西惡化 但它不是黑桃 我們沒話是不好的 黑桃代表一種壓力 緊繃的壓力 所以它必須要更小心謹慎 而不可以 就像你剛剛所說的 不可以大意 不可以大意 但是疫情是被控制的嗎 黑桃代表這種謹慎 小心才能夠化解 否則也會造成一個大的惡化 但他們怎麼做了 其實日本看來目前狀況是很好 其實4月份看起來並沒有改善 看起來4月份最糟的反而是日本 因為這個 在扑克牌裡面 黑莓花代表不好 他還穿西裝 代表主政者 執政者 政府官員 對這件事情的著力還不夠 還不夠 我問一下黑莓花是K比較不好 還是S比較不好 K莓花是代表大人物 或是說整個主事者 代表穿西裝的 A代表 我們說A代表普遍性的 一般的老百姓的注意力不夠 這代表是一個 你說 所以意思是說韓國太放鬆了 以至於可能有 老百姓太放鬆 自以為沒有事了 小心 那造成這些病痛惡化的現象 還是存在 這樣看起來亞洲4月份 沒有 這裡沒有到紅牌 所以4月份大家不要太樂觀 好 所以我們還是要小心謹慎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的是義大利 義大利現在情況 當然我們都知道說 有很多讓人覺得很難過的一些事情 包括醫護人員死亡人數非常的高 但是最感人的這些事情 還有9000位醫護人員 自願的要去第一線抗醫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